在高等教育界,泛民派出的24人參選名單全數當選 4號關順記,6號呈戒名 泛民名單全數當選的還有法律界,教育界和資訊科技界 單在這3個界別,泛民就獲得75席 社會福利界是分組選舉中最後公布結果 泛民在60席中取得59席,差點就全取席位 我們在界內有幾個草根的街坊參加今次的選舉 他們得的票數都非常可觀 也代表了我們在社福界的朋友非常支持草根的街坊 我們今次最高票數的朋友是莊辰友 他本身不是一個社工,他在我們民福60個團隊 這個也充分反映我們社工的選民的共用性 除了這些泛民的傳統票倉 在醫學界、衛生服務界和建築測量界等的界別 泛民都有意外收獲 連同20席立法會議席 泛民主派可以拿到大約200個選委名額 我們應該會有足夠的提名票 去提名一個泛民的候選人去參選特首 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正如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建制派有人參選民主派也有人參選 他說有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特首選舉 對香港的政制發展更有利 香港分牌電視記者王嘉莉報導 我們希望看待在應一見到 讓大家推出 那麼可能 我們可以選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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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可以選擇